親愛的各位,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11月11日,網上突然傳出著名港星周凱美病發急送醫院搶救的消息。 翌日,周凱美工作室便在微博正式宣阻,凱美者因病治療無效。 於2023年11月12日離開了我們,希望天上無疾病,來世還能再相見。 就在11月6日,周凱美還慶祝了自己57歲的生日。當日,她的工作室都轉發了很多祝福的生日影片。 周凱美的離世對廣大觀眾來說,都是一個打擊和悲傷。 網友們在周凱美社交平台的最後一條動態下,自發留言分享她們的愛思。 欺暑、心痛、不捨、童年的女神離開了,而在這些充滿哀思和追憶的評論之中,最美周紫若,一路好走的說法令人深感其影響力之淹。 或許不是太多人知道周凱美的祖相是滿洲雙白奇人,他們是屬於滿清八大聖之一的瓜爾街時的後人。 歷史上這個聖事出過很多知名人物,例如文明的榮綠。 歷史變遷之下,不少瓜爾街後仰移居到嶺南地區和香港等地要是按舊時的說法,周凱美可以算是正宗其人。 據說,她祖先中曾經有人在廣州當過五品官員,可能因為家世的緣故,周凱美自小就受到嚴格的要求,學習滿族的禮節和規矩。 傳統觀念下,家中長輩有意培養他一定的貴族氣質。 但周凱美性格橫皮,至少就展現出古靈精怪和男孩戲的一面。 就連在海島上的山頭,周凱美都會和大她四歲的小姨一起叮噹四處遊走,她太橫皮了。 記得有一次小姨為了舒服一點,竟然將周凱美關進了雞籠裡面。 這次經歷對周凱美來說是黑骨銘心的記憶,身後是一群無容容,咕嚕咕嚕嚕的雞。 腳下是軟綿綿的雞屎,公雞母雞和周凱美四目相對,大家都有點羞結。 過不了一陣,家中大人才發現,趕緊將她放出來,之後小姨都被家人發了一頓。 但這段經歷對周凱美來說,只不過是生活的小插曲,反學之後她更加勁的話,還要多勁,不只愛搞怪陶器,還勁愛同人搏擊。 尤其是同班男孩過招,有一次還真是有家長登門拜訪。 四圍的人一看,以為有人上門提親,便知人一喊口來就說,那女兒將我兒子打到。 周凱美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 如果你仔細想反她之前在螢光幕前面的角色素組,當然會發現她少女時期長得水凌凌。 但演繹的角色卻總帶點反差感,又或者略帶一點古惑。 有兩個經典角色,一個是《以天屠龍記》裏面的周子藥,另一個是《桃學威龍三》的程文正。 早期可以清純得來,甜美天真那種,到後頭轉眼間又變得狠辣缺絕,出手便見真章。 和周星馳在《大銀幕》上的對打戲,相信是不少港人心中的難忘經典。 導演很早之前就看穿了周凱美的角色,她表面無害細嬌,骨子女其實搞揭且機靈。 來到1985年,周凱美十九歲,周爸爸見到香港小姐的毛特兒大賽,將龍師精神發揚光大,剁磨半響之後,決定遞交報名表。 希望周凱美可以參加,她其實不是想女兒一夜之間明滿天下,只是期望她可以加點女人味。 在選美比賽的當日,周凱美頭一次踩上高筋鞋,走的步伐不是好運,帶點炸炸呼呼的興奮感。 主持人在台上這樣說,18號,周凱美,她的願望是成為亞洲第一個女宇航員。 周凱美第一次出現在大螢幕上,發現新奇的事物,雖然只入選到三十強。 但是心裡面起開了花,追溯那晚的經歷,她想起自己這麼快就出局,認為可能是自己笑的時候笑得太爽朗。 那晚被淘汰之後,後台那些沒有成功的參賽者哭到淚流滿面。 而周凱美就輕鬆自在,開心地跑去同進級的選手握手,一邊握手一邊握手一邊語。 恭喜啦,恭喜啦,不少圍觀的人都被周凱美這位天真難蠻的小妹搞得提笑皆非。 個性爽朗透過了,周凱美離開了港姐的舞台後,很快,另一個機會就來敲她的門。 當時市面上流傳著一個說法,說周凱美這麼快就被拗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TVB組就傷中了她,想將她提早收起來,剛好,TVB組織了第一屆藝運進修班,請她拉隊進來。 對於TVB的邀請,周爸爸和周媽媽兩位都不太認同。 覺得這個選擇太不確定,風險太高,但周凱美見到這個機會就眼前一亮,對媽媽這麼說,剛剛好。 給我一年時間,如果我都未能做到主角,還是還要當龍套,那我就去書讀好咯。 周凱美就這樣,毅然決然地投身影視圈啦。 周凱美在TVB翠麗了三個月後,就投身入了她的首個戲劇挑戰,楊家將。 楊家將的份量相當沉,正值無線慶祝成立18週年的台慶大戲,就算是香港的劇迷。 提起來都要讚一個勁,當時TVB派出全陣容的星光泣泣,可以說是港劇裏面最摧殘的班底座,周年劉德華、周印發、張萬玉、梁朝偉、苗喬偉、黃逸華等一眾巨星都齊齊加刀。 個個在劇中噴火,周凱美在劇中飾演的是楊九妹那個時候,周凱美才出道那時候,想起來都有點心驚膽戰。 台詞未能滔滔不絕,就要在這些大家前面爭光,所以在片場總是顯得有點驚驚地。 導演一喊她念台詞,心裏面就像戲台上的角鬥是金戰戰驚驚。 鄧記心中的一二三四五,咬字咬句,講完一抹即走,平時都是默默無文。 即使演技尚未遵致化景,但她的容貌各個話題,一出場就已經攻動全場的眼球。 TVB 紐樣感察覺到這股新星熱潮,開始排她接連的劇集。 包括流盟大亨,生命之旅和《義不容情》,通過《義不容情》的磨練,周凱美一名驚人,轉眼間就變成了TVB 的門面發達。 一年半的時間僅僅如此,她已經踏實兌現當初對母親的承諾,那個時候她是典型的拼命三糧,超長待機模式開啟。 醉甘上添花的一次居然連續四天都沒有合過眼。 而最好笑的是,向導演請假反家的理由竟然是導演,我身上都比較不清爽,給個機會我反去過糧才得不。 不過,其實真是將周凱美這個名字刻入內地觀眾心底的,並非是她出演的影視作品,反而是九十年代初期與張學友合作的MV 文別。 反索當時,MV和歌曲《風行海內外》,周凱美的名字就噴地一聲,成為內地朋友圈的熟面孔。 但是她也處於一個尖峰娛樂圈的變革棋,新星急劇無出,即使老將風頭正旺,一旦失去新鮮感,很快就會成為作入黃花。 九十年頭,周凱美的礦進入了一段沉默的過渡期,心態亦然出現了細微的轉變,她之前聲勢如日方中,人氣熱度是那樣的響亮,但一轉眼就仿如被時代擺上架。 這份落差難免令人有些難以承受,到底怎樣都沒想到,就在禁過制預期那頭,一位導演正用深沉的目光打亮著她。 而且,你看高看低,還將為周凱美帶來職業生涯的轉捏點,導演叫做賴水清,那陣子賴到正籌被拍攝金融大作以天途籠記。 而飾演男主中無計的已經是馬景圖在台灣連呼吸都算得上是頂尖紅人,隨便一個咆哮都能震撼人心。 傾搖劇,或者講穿了的古裝偶像戲,特別偏愛小馬哥。 本來擔任馬景圖女主的機會對於周凱美來說夠吸引,尤其來自一部《大EIB》的作品,但最終她還是拒絕了。 究竟原因是嗎?周凱美親自看過《以天途籠記》,對於劇中的周凱弱者, 她無法認同,覺得角色太過偏激,單戀的痛苦改變成了報仇的執念,這種角色角色令她難以逃入。 但賴水清吳甘心那麼輕易放手,她專程去找周凱美傾氣,終於將周凱美說服,到那時候,周凱美才發現,自己原來對周凱弱的看法真是有點片面。 結果,相信大家都清楚,周凱美飾演的周凱弱火騙全亞洲,不要只是說些讚美的話,沒有太大意思。 實際來說,周凱美這位周凱弱之後,所有的周凱弱形象都帶有周凱弱的樂人。 她將初期的周凱弱由約無辜和後期那份心狠手辣的反差,描繪得淋漓盡致,起初一念亡言,之後一個眼神已經足夠致命。 連金融都看完周凱美的表演後話,如果早知道周凱美那麼適合演周凱弱,寫《以天途龍記》的時候,應該將她和張無計寫成一對。 這場戲可以算是周凱美事業的分水嶺,亦都是她演技大爆發的標誌性時刻。 《以天途龍記》之後,周凱美還反事業高峰,四年後,周凱美跟TVB合約到期,跳槽去亞視,又拍了《縱黃四海》拍成大亨和縱黃天下。 當中縱黃四海更成功打破了亞視傳統修時律的框架,但就是在這個時候,周凱美突然適應,相信不少觀眾還記得《縱黃四海》裡面,老雲最後被炸彈炸死的結果。 這種意料之外的走勢令很多觀眾不捨得,本來是女主角的她為什麼會突然之間消失了,這個突然的決定,與周凱美當時私人生活的抉擇密切相關。 當時周凱美逃入愛河,對象對她愛得深沉,加上周凱美自己在演藝圈奮鬥這麼多年,無論名利還是疾病,都經歷過一番。 當時只壓根而無時間去好好享受愛情,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所以最終,周凱美選擇了暫時退出影壇的忠誠時間。 說到周凱美自己的柴米油嫌,其實都幾有看頭,是1988年,周凱美與另一位男藝人呂良偉在美國一間律師樓登記結婚。 1988年,正值青春嫌美的22歲周凱美與呂良偉在美國一間律師行拆了結婚。 但是,有點無奈這麼搞笑,這段婚姻後來變得好像一齣喜劇。美國的法律有個規定,結婚拆後有一年的首後期,即是說這段時間內,新人可以舉行婚禮。 但是這對情侶居然就是拆不到一年就散了,分手的時候才經過原來自己並無正式辦婚禮,是本地法律上還未算是夫婦。 當年,周凱美與呂良偉拍拖完結後頭,踏入婚姻的門堂,不過呂良偉父親對周凱美就有點意見。 常常埋怨她,日日睡到太陽公公少三下才起床,又不懂得照顧家庭,由衝地覺得周凱美配不想做自己的儀式,好像結了一場空婚,離了一次空離,離離去去都是一場空。 時間流逝,當周凱美提到這段經歷,她反而演得很坦然,時光如靈。 她表示當年呂良偉對她的照顧兄長般溫暖,只是自己不太願意做個無怨無悔的好男男,所以最終兩個人要分開腦。 來到2003年,周凱美突然在朋友圈內一宣布,驚喜說要搬去北京住了,兩三下子連夜精光地把香港的所有東西,一股怒而禁轉去內地,就連好朋友眼都快閃了。 其實這宗移居大計,依然是跟心跳有關,當時周凱美的另一半打算去內地闖出一片新天地,於是她經過幾番贈紮和思考,決心伴侶同行。 那是否情深而設呢?放眼望去,這段戀曲終究也夭折了,不過,就在內地的土地上,周凱美再次開展了自己事業的第二春。 無論是有各爭霸的武美糧傳奇,還是新番拍板《以天屠龍記》裡面的滅絕師太,周凱美的演出總是令網友讚中不絕。 有些搞笑的網友玩言玩語說,紫若終於活成了自己小時候最害怕的樣子。2003年後,周凱美是北京定居到今天,單身一個人自在自足。 德國瀟灑字就形容盡了,直至昨晚,突然傳出她離世的消息,觸動了大家心言。 才過完自己的五十七歲瘦神無奈,怎知人生無常,就敢不知不覺姦華再會。 周凱美生前是一個率真、隨興的女子,有自己喜歡的東西,堅持自我的人生。 那誰這樣走,透著一股豪爽?她的故事有時真是能夠令人開懷大笑,但順著她的人生經過。 你會發現,每一刻都卓越非凡,正彩為妙。 期望所有美好永遠延續,自由中王的心永遠走得高飛。 最美的周紫若,願一路走得好。